好的,今天我们再出一期不瞎逼比 我们这一期不瞎逼比讲什么呢 就讲包包,就是摄影的包包 很多人经常看到我出去背一个国家地理的包 就是这个,很破的包 因为我这个包是买了很久了 估计再两三年了吧 反正我觉得挺好用的 可以看到,这边都已经破掉了 已经脏的不行了 就是这样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因为我换了微单以后 整套的系统都会比较小 所以说虽然这个包本身比较小 但是它还是能够装很多东西的 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是一个单肩的胯包 这是一个前脸 然后前脸有两个小兜 两个小兜还蛮好的 它这个大小可以放点杂物 这边的话,比如说出国旅游 它正好是可以放一个护照的 比如说放点耳机什么的都还挺方便 这边也一样的 那我一般会在这边塞一点纸 因为出去拍人像 女生经常会用到这个纸 那这是啥 钱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穿个贴 因为出去女生有可能会穿高跟鞋 或者穿凉鞋 经常就会脚上有破的 然后或者是底板会划掉 它这个创可贴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都是经验 这个东西很有用 大家可以买一个 反正里面东西都可以放的挺多的 也可以放这种比如说SD卡的盒子 这很小巧的盒子也可以放到这里面 基本上不会丢 反正我是没有从这里面丢过东西 它这个贴的东西面积挺大的 所以说不太会不小心弄开 所以说还可以 它后面这边旅行箱不是有个拉杆吗 拉杆可以直接从上面跳进去 所以说就可以放到旅行箱上面 这个是我配的一个小的一个扣 这个扣是干嘛的 这个扣可以挂水 出去经常带饮料 没地方放 可以在这边夹一下 就可以带着走了 就非常方便 这个东西估计几块钱吧 我在淘宝上买的 它上面这些东西 这个提手 这个提手非常结实 你也看到非常结实 它提了这么多年 这点还不错 包括它侧面 侧面这个带子 虽然你可以看到这边都磨破了 但是它这个带子还是挺结实的 没有一点问题 它带出来都很结实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样 这个东西其实不能放东西的 但是我发现它是可以夹一把伞 比方像我们出门经常有雨季 拿放这边 所以说它这边可以直接扭一下 就可以把伞放进去 非常方便 虽然它可能原来不是这样做的 翻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两层的 然后外面有一层 这个外面一层 这边是扣的嘛 那个锁扣 扣子是扣这个的 也是很结实的 因为它反正拿开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说如果你把它扣好的话 就不太容易掉出来 还不错 这外面这层东西呢 是一个包 包有两个大的袋子 还有两个小的袋子 让大家能看清楚 两个大袋子 两个小袋子 一般外面袋子 就会放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比如说放个充电宝 小米这个充电宝还不错 可以放进去 比如说一个 我上次说过了一个三脚架 曼弗图的三脚架 它也可以直接放进去 然后它这边一个小兜兜 可以放点电池 你直接丢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在最外层嘛 所以说这个拉链拉出来很快 你叫换电池的话 就非常方便 可以放很多电池 别的还有这个镜头笔 它正好可以插到这个小的袋子里面 很方便 反正就是可以放很多 七七八八的东西 就是你经常要拿的东西 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因为它这个拉链是这样 这样侧拉的 比如说你要跨这个包 进行充电的时候 你可以把充电宝这个线拿出来 它可以放到这边 你可以把线直接放出来 对吧 很方便 那么它里面呢 是一个还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拉开 那里面有一个内胆包 内胆包呢 也有个小拉链 有点脏啊 因为用了很长时间了 没吸过 它里面中间有个夹层 这个夹层可以卸下来的 但是没有卸过 可以比如说这边放一个镜头 这边放一个机身 或者说放两个机身都可以 内胆包放进去之后 它可以在左右两边 各有一个别的空间 也可以放进别的东西 待会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一般出去是带的怎么带 后面这边是有一个 可以放平板电脑的地方 比如说小米的平板 大概是七寸六寸多 就是放进去很方便 因为比如说出国 上飞机的时候 飞机上不让用手机嘛 那你放一个平板 我一般是看书用的 都还挺方便 因为它这边都挺厚的 基本上不会压坏 相机呢 我一般出门旅游是带两台 这个HR挂了一个无数 那么你就可以放在这边比较大的 因为微单相机还算是比较小 所以说它可以这样竖着放 你可以这样竖着放 然后这边这个隔层的话 就可以放一个别的相机 让我们看清了 这边可以这样竖着放 这边隔层呢 我可以放一个别的EOSM 挂了一个超光角的镜头 超光角镜头就很方便 然后我就在侧面这样放 就可以放下了 两台相机 闪光灯要带一个 出门要拍着 直接放到侧面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位置 这个小的位置可以放点 比如再放一个什么镜头啊 或者是你像我出门 带这个GoPro 要给大家拍视频嘛 GoPro也可以放在侧面 或者不用放在侧面 放到上面都可以 因为它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你就直接这样放进去 没什么问题 还挺不错 反正我一般出去 都是这样的配置 如果你的相机比较小的话 放三台都没有关系 再放一个GAMI 对吧 在侧面塞一下 基本上都能放下 这样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配置 这样挂出去 别的也没什么了 反正是 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包 我那时候是京东打 搞活动 大概都想买了 我忘了 三百多吧 主要是真的是非常结实 我看 给我跑了很多地方 你看这边都已经破了 不行了 但是还是没有坏 质量还是不错的 国家地域的包质量还是不错 然后也比较好用 它里面的一些兜啊 配置啊 都还比较好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 推荐大家买一个包 只是我自己用这个包 觉得还不错